嘻嘻嘻嘻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豪的來玩這款 Puzzles & Chaos Raisen Castle 就... 謎題混亂冰凍城堡 直接翻譯是這樣 好 我們把音樂打開一下 這邊應該是要介紹遊戲背景吧 遊戲的話預先註冊啦 今天是9月7號 那應該是9月6號就可以玩得到台服的部分 有看到那個三消了吧 大概先讓我三消RPG吧 看看吧 又是浣熊 欸外國的奇幻遊戲很喜歡用浣熊欸 好 Puzzle 我們要解謎啊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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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狗腿啊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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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妙出現了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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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邊有屬性客製吧 先根據他說的 消掉就會往前攻擊啦 這種就是比較常見的那種三消加RPG的玩法 好五格的話會有這個 大概是消一樣顏色吧 我就知道 小心一點點 音樂啊音效啊都還不錯啦 就玩起來沒那麼 沒那麼難聽啊這個音樂 好我們要打招這個巫妖王 他有沒有王不知道巫妖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快打不動了 我們要不要用技能啦 好Dragon巨龍 好點擊一下巨龍之力 我會幫他什麼之力啊我自己自己亂講的 真的是巨龍之力耶 我猜的猜對啦 我們通常是勇者的鬥惡龍啊怎麼這個遊戲要解救巨龍啊 我們要解鎖迷霧啊 先把我們城堡的迷霧給解開 然後解開的過程可能就是要進行戰鬥 好收集這些物資 resource 收集一下 其實這種遊戲也算是蠻有趣的啊 如果你不排斥三小弱 哇 又來一隻了 戰爭容易 繼續戰鬥 有兩波怪 先跟著他引導吧 先點這個啊 再點 可以放技能了 這應該會待會叫我們弄 對啊國外的這種遊戲他的模組啊動物啊 都做得不錯 我覺得啦 因為我玩過好幾款都覺得還不錯 再搭配一些澎湃的音樂 那種管弦音樂有時候都有版權 有人來支援我們的 他這個 英雄不知道有沒有分屬性 有的會分 但是這個感覺好像沒有分 就是有的遊戲是你是綠色對不對 消除綠色的那這個綠色英雄 他的那個能量就會累積 這款我好像看不出來 好像看不太出來了 這些英雄 綠 紅 紅 藍 這隻是黃嗎 一樣特效不錯 曬雅 這感覺是一個活法師啊 哇 出現了國外的那個聊天頻道 看不懂的字 建造中 不知道有沒有SLG 因為有的這種三消還會結合SLG 有的啦 我來看一下圖片 我看一下那個遊戲的 沒看到 不知道有沒有戰爭策略 有的會有戰爭策略加三消 會有雙重玩法 就不會單純說只有三消RPG這樣 他可能會有SLG 不一定 因為我玩過 我也玩過三消加SLG的 龍石度 龍潮 巨龍之靈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組成嘛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一些經營要經營的部分 建造的部分 把它點亮一下 其他部分就是要去 解除迷路啊 一路打過去 我沒有開風扇還是會流汗 因為這幾天 颱風過境蠻涼的 要去看一下吧 因為講話平均就要用力嘛 用力你就會流汗 這邊有送一隻這個 格羅林金鬚一個矮鈴是不是 你看這邊有糧食採集速度嘛 所以說我來說他可能有那個SLG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我來說玩法要再看一下 好修復一下 因為你現在如果要單純靠一些什麼 三消RPG 玩法會比較 少一點 那有時候就會再加一些戰爭策略 東西給你 好先來個十連抽 看起來這遊戲也是 整個流程都很穩 該給你都給你 伊萌 克勞迪亞 不知道為什麼其他沒動 其他只是碎片 這樣子是角色 有23星 35星 24星 普通高級 終極 好原來是白袍甘道夫啊 丟上來一下 光暗嘛然後這個是綠藍紅 也是五種屬性啊沒錯 就是你消那個寶石的時候他可能會增加他們下面這個能量 他可以鎖敵是不是 他已經沒有提示了沒有提示就自己玩 不過還蠻簡單的 哇哇這麼痛喔 呃首次 也可以把它關掉 最後可以把動畫給關掉 最後可以把動畫給關掉 好這邊第1張喔這個一看他這種 這種任務力我就覺得他是SOG了 他獲得矮人碎片兩片而已 有資源那沒錯啦確定是SOG了 就是你除了剛剛那一種關卡戰鬥之外你還要去 經營你的 領地 像這樣開始經營 開始建造 然後還要去世界地圖跟其他玩家結盟 然後戰爭 去搶奪資源 遊戲越做越好啦 這是要人玩 那你通常玩這種遊戲 現在很少那種單純只有牌服的 就是你會遇到那個你會看到你會遇到幾國國外玩家 所以你才看到這些這些字啊 點進去通常他是有翻譯的功能 好屬性克制 啊一波怪而已啊一波怪隨便打一下 這是怎麼都沒東西啊 還是沒東西 4個怎麼樣 可以炸一下 炸一下比較有變化 放一下 奶媽嗎 光系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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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滅了 這邊都沒東西耶 最後一波怪 這邊有暗屬性的 鎖D 暗屬性的這個修女 結果他是奶媽 又他是奶媽 出乎意料之外他是奶媽 這是原本可能會以為說 光系是奶媽沒有 放進了 這邊 沒了 沒了 打邊邊啊 綠色的 勝利 好第2章 還是這個矮人碎片 OKOK我們看一下聊天室 有翻譯嗎我剛好說 因為這種就是 你會看到其他 國外玩家 然後台服玩家就比較少 大概只有我會試玩吧 因為本身他是英文名字嗎 遊戲的名稱是英文 好這是我們領主啊 有裝備啊 補穩 圖騰聖石 這邊有設置 因為音效 品質的話 他預設低喔 你可以改高 不過我覺得他畫質 剛剛我沒有感覺到很差 這還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國外他們那個開發遊戲的那個 軟體可能比較強吧 就檔案沒有很大可是模組可以做得很好 王靈大軍 你把他想像他是那個末日的那種喪屍來了 一樣意思 S5G喪屍世界 我們就需要人手 招募士兵 一樣一樣玩法有沒有啊 衝過去 然後他們就加入我們 就有士兵 一模一樣的玩法 其實 如果你放大來看他也是一種換皮遊戲呀 因為玩法就是這樣 玩過很多類似的 他在打嗎我們就 再打一場吧 他要我們升級英雄 養成一下英雄 沒支援 他有沒有放置手藝的部分 可能沒有不知道 OK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啦 因為 剩下就是要慢慢慢慢花時間去解鎖那些功能 但是就是我錯了那些 因為這是S5G 我們把這個 城堡的一些迷路解開 然後就會跟其他玩家結盟 然後就有世界地圖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